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信号塔基站的检测 扫荡者已经向恶魔军团发出求援指令 现在防护系统已被摧毁 利温志的宇宙坐标也被暴露 恶魔军团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对我们进行定理清剿 所以我们必须启动预案 预备恶魔军团的入侵 已抵达基地平台 深度地下两百米 请坐好相关防护 这里就是普利森地下秘密基地 连天使方面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三百星年前 这艘宇宙飞船坠落到利文治 我命令囚徒们挖出地下基地 把它放置在这里秘密修复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驻我逃离普利森监狱 同时我组织囚徒们挖掘水晶原石 也是为了给这艘宇宙飞船 储处备足够的能量 以备不时之需 那你让囚徒跟古明兽搏命 有作何解释 只有这样 才能筛选出优异的战士 组建一支狂土军团 在逃离途中 突破守卫天使的层层拦截 我本打算 在二百星年后 启动这个计划 不成想 现在作为大家逃生的诺亚方舟 典狱长大人 果真要逃离这里 你们不用逃离 无论是扫荡者还是恶魔 要的只是我 只要你们把我交出去 他们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用女人换取狗活 这不是我的作为 更何况 保护好你 是奥黛丽的遗愿 这也是我对她的承诺 所以 你必须跟我们一起离开 好吧 现在 我恢复了天使的身份 也有能力保护你们 我天使燕 愿与大家共存亡 塞洛斯 启动飞船的动力系统 就靠你了 这艘宇宙飞船 具备了穿越八百光年的运载能力 只是几乎动力系统 需要一个星舟的时间 并通认 前八星云星体所总复杂 不宜航行 根据监测系统判定 由第二代天使 跑到了劳伦司行 就算炸开一条通道 也要穿过这片星域 好吧 这些团 这里是星矢扫荡者 在立文之身 遭到回温性打击 你确认其中的逃亡的天使 请求这人 军事探 有点意思 扫荡者那帮废物 却被一群囚徒给灭了 我倒是省了一笔费用 聪明大人 一切星云是带星体云路过去 是否继续前行 不 向天使星云边界的 立文质行进发 去会会老朋友 定位立文质宇宙坐标 坐标锁定 规划星际航线 启动光速虚幻引擎 进入星际跃前模式 预计二十个星石 抵达目的地 你 搬去那边 动力推进舱 加装AWS光速引擎 燃料舱 加装SD核能棒 驾驶操控舱 全面升级FST导航系统 时间紧迫 恶魔随时会入侵立文质 大家抓紧作业 务必天亮之前 进入启动阶段 想当年 金戈铁马 鸡吞万里 如虎 老子最烦你们烈阳星人 不说人话 顶着 接着 这玩意喝起来 还真爽口 当年 我就只带着这壶 家乡的穷酿 浪迹宇宙 一直 都没舍得喝 传颖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屠杀得诺星系的星际难民吗 当时国家的仇恨冲昏了头脑 我一心想着 为另一半星球的子民复仇 一直组成大错 无法挽回 老子又何尝不是明知道 那是一场死战 如果我及时发出撤退号令 我那些兄弟们 也不至于全部隐命杀场 大千世界横河杀术 我们不过是宇宙间的一地尘埃 几万年后 我们的故事可能成为传说 也可能被遗忘 我一直想要带领大家 逃离立文之星 然而天亮后就要离开 却突然有些不舍了 其实 我们所要逃离的 不是哪个星球 而是自己的心魔 只要内心得不到救赎 到哪里都是藩离 阿姆 我来看你了 小时候 我对阿姆有千万种设想 却从未体会过母爱 我想 大概是你给我的那种感觉吧 如果我能早点恢复天使的能力 就能保护好力 该多好 我会带你回太罗兴 在森林里盖一座木屋 每天为嚼马 砍柴 种植花草和蔬果 就这样过着平淡生活 为什么我在意的人 都一刻刻地离开我 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为什么会这样 要不是普利森给我提供庇护 我大概早就赢命了 现在我是天使 有能力守护大家 如同你守着我一般 阿姆 请安息 我知道天性就是你在身旁 你是紫光 把星空点亮 温暖心中 每个地方 原谅 当我站在十字路口 迷对胸游 很多人群总是有个背影 让我想起关于你的事情 像是酷刑 像走不出的困境 我只能煎熬在良心和自责的报应 我说过了很多谎话 也背弃了很多承诺 在浑浑恶重 我已经分不清楚对错 但是关于是你的那些 就像是上帝惩罚着我 我努力的想忘记 可是我现在还 在生紫光 在黑夜绽放 我知道天性就是你在身旁 你是紫光 把星空点亮 温暖心中 每个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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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